大陸自从实施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对人口结构和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年来更随着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年轻家庭越来越不愿意养育孩子 甚至放弃生育换取富裕的生活 就连香港澳门台湾生育率也是逐年下降 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一个小孩 因此有不少父母 努力替家中唯一的孩子累积财富 孩子啊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可要好好孝顺哦 哎呀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啊 家里啊通常只有一个宝贝女儿或宝贝儿子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屋主 也是一个伟大的妈妈 非常的疼她的宝贝女儿 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 要送给她的女儿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女儿也大了啊 啊想要一个房子给她看能不能赶快找个好丈夫 啊给她嫁出去 你女儿找丈夫啦希望她赶快嫁出去 那也没有什么条件 女婿的条件啊 就是会读书肯上进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太高了 不用太高没关系哦 啊不用 那老师 那黄太太来 我们看看这位怎么样 伯母你好 听说你有一间房子是吧 那我正好需要一间房子 哦 所以女儿就 不然你们再请 不错啊 不错不错 谢谢伯母 别闹了别闹了老师 老师就明朝得主了老师 老师已经是一个十二岁孩子的爹了 哎呦老师看起来不需要又迷迷迷迷 不过呢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就要帮这位吃香的妈妈解决这个问题 对 好不好 我们借用风水的方式 还有信仰来做提升 是 那我们知道就是要向有好男生 就是以农边作为主要的考量 我们面对这个客厅的大门 左边就是农边 农边代表男人园的意思 所以它农边放很多的书 代表会嫁给一个 比如书卷起的男人孩子 第二个我们在 面对客厅门的左边农边 放一点花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 除了杜鹃 紫藤 红杏 跟这个我们所说的玫瑰不要放以外 其他很好的花百合 夜来香 姜米花 或是桂花 都可以带来桂气 会找到龙边好男生 那么妈妈就会看到好女婿 其次因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对 如果你对信仰有很强烈的一个能量的话 认同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大日如来 我们所说的开运作 开运作 放在龙边 三不五时的时候供它水果 或花香 或是奶茶 让这个茶香 花香 以及这个果香 去借花献佛 让这个神明的能量 来帮你更加结好的缘分 这是手工科的 限量的 希望能提升你风水 龙边的好民室 黄太太果然替女儿买到了间好房子 龙边开阔明亮 又有书卷器 刚好符合黄太太 希望未来女婿能有上进心的条件哦 女儿啊 多多认识学识渊博的男性哦 可别白白浪费这难得的好风水 没错 老师那您刚刚讲那个风水龙边是书房 对 可是它刚好是跟客厅是警铃的 这样子 没有关系 它永远就是龙边 它不会因为警铃变成吐边 舌边或羊边 随房书房可以 它永远就是龙边 不用担心 而且那边正好是一个摸自行的 一个聚才的一个龙边 哦 代表他的女婿 他女儿住进来之后 这个女婿也会替他赚到钱 那么有智慧会读书 有人赚到钱 加上这个大日如来的开运作 相信能够相得益彰 相辅相成 更加提升不可或缺的女儿 接下来希望女儿赶快找到好归宿 黄太太带着老师和书堂到房间参观 这房间虽然空间不大 但小而精致 采光又通风 能不能招来镇桃花咧 请问老师 是 我们这个房间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还是怎样 想要招桃花啦 想要招桃花 这女儿设想周到 这位伯母这个床单太老气了好不好 如果你方便的话 帮她改成粉色系的 或者有点花的图腾的 这个桃花的气氛才会起来 才会追求桃花的欲望 那当然是挣桃花为主 那么其次呢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烂桃花 那女孩子有对象 都不是好的对象 最害怕的是床的龙边有没有 有镜子造床 那么心神不宁 睡眠不好 造成判断折偶的错误 明明是一个不好的对象 却爱得死心塌地的 父母也担心 所以要把那个镜子做一个更改 或贴物面贴纸 那其次就是说 这边是虎边对不对 对 左青龙有白虎 虎边有剑刀 对 还好你有镜子 来帮它做化解 把这个柱 看得到的有的柱 化为无的柱 因为镜子可以化解空间 所以这个还不错 那再过来就是 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要桃花嘛 还是要有花香的气氛 除了有看得到的花的图案 那把一些我们说的花卉 就真正的花卉 不是假花 变成虚情假意 假草 变成我们说的虚假的外表 要把真花放在我们的床头柜 那么记得我们房间不要太阴暗 外出的时候把它灯打开 那么阳光阳光 代表男人男人的意思 会提升好的男人缘 最后就是我们的房间出去 代表女儿出外的一个际遇 跟人际关系 如果门出去看到的是厨房或厕所 厕所代表灰气不好男人 厨房代表火气大的男人 都要用开运的布帘做一个修饰 那么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灶 跟火跟厕的灰气 就是这个门要弄一个布帘 对对对对 或是对面那个的灶 或是厕所做一格一下 以遮挡化都必来化解 那么好的警察 就会来敲门 你就可以放心了 再请问老师 对 这个风水有什么 以外 以外可以再做开运的 这样子 会比较好的 有一些开运的饰品 如果配搭在身上当然是加分 除此之外 女孩子有几个大原则 一个就是笑口常开 笑领迎人第一 第二个要舌颤莲花 多赞美周遭的每一个朋友 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 第三个如果有蛀牙口臭的话 要赶快把牙齿做一个 我们所说的修补一下 最重要的是 盆一些香水外出 让我们的人气会向上提升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一个春光满面 春风满面 龙光焕发的脸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很好的开运面膜 利用我们每一天 睡觉前做一个 敷脸 对 第二天起来 那个整个的是精神气爽 那么自然就会桃花 春风满面 桃花都躲开 厨房门会见到炉灶 老师说啊 容易遇到脾气不好的异性 赶快装个过西长的 开运门帘来化解吧 不过厨房代表女主人的运势 黄太太替女儿节省空间 设计了开放式厨房 殊不知啊 这不但让女儿惹来烂桃花 还制造了让女儿外出 容易犯小人的可怕煞气哦 请问老师 那个我们这个是空间很小 我们的这个厨房啊 这样子设计有没有问题这样子 哎呀 问题大 开放式的转化 以后记得装潢前 一定要传真或打电话 跟老师做一个联络预约 或许能够有更好的设计跟规划 我们说厨房没有门 哪来的男主人 风水里头很重视就是 门绳 罩绳 侧绳 藉由门来区隔 用门来区隔这个格局 人有格调 房子有格局 这个厨房没有门 代表女主人 没有一个前跟后 内跟外 客厅跟 客厅代表堂 代表男主人 罩代表女主人 男女不分 那么要找姻缘 形成很大的阻碍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厨房跟厕所连在一起 又形成了可怕的水火冲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门 把厨房做一个独立的区隔 这个门也许是形同虚设 但至少它有个门存在 就是门友门神的意思 那除此之外 还要把厕所那边 挂上一个开院的门帘 避免它的湿气 晦气 臭气 跟你煮它的油烟对冲 叫水火冲 那么也引起不必要的口舌是非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除此之外 厨房尽量少用 我们所说的白色的 什么意思呢 白色属金 火金是相克 女儿进来 怕她不爱煮菜炒饭 煮一些美味的东西 人家说 那么摧失就不顺 对 因为人家说 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嘛 对 煮饭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小小的改变 加上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女主人四平八稳 能够守住钱财 守住女友的地位 那么客厅看不到厨房 厨房又看不到客厅 那么形成一个很好的格局 那么才是一个 有男有女有妇做一个区别 所以赶快去转个门 帮你们做好女婿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这样好的指点 对 可是你看 没想到厨房没有门 这个贪图方便的念头 竟然可能造成不好的后果 幸好詹老师来了 只要照着老师刚刚说的步骤 就能轻松化解了 不过屋内的风水解决了 后阳台往外看 还有一个可怕的煞气啊 怎么办呢 广告回来告诉您 顺风顺水 让你hold住好风水 我是书糖 我是张维忠 张维忠老师 华人界知名风水命理大师 台湾最受欢迎专栏命理作家 深圳大学空间设计客座教授 台北市电影戏剧业职业工会理事 唐宝工房易经学会理事长 精通五行 风水 面相 奇门顿甲等中国命理 老师 刚刚在上一段影片当中 就是黄太太她们家屋外的风水看出去 似乎有一个电塔 不仅会受到电磁波的干扰之后 好像也破坏了风水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居家内部的格局 可以非常简单而轻松的做改变 调整 那么窗外跟门外 有时候大自然的环境 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针对窗外跟门外 包括落地窗看出去的 也许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铁塔 它仿佛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蜈蚣煞 好像一只蜈蚣在人家门前爬来爬去 是非常的可怕 会带来我们所说的身体的疾病 慢性的一些疾病的恶化都有可能 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可能会看到壁刀 一个转角的壁刀 或是我们所说的天斩煞 或是一大堆很可怕的煞气 包括棺材煞之类的 所有的煞气 我们只要在窗前或门前 挂上这个九宫八卦的咒牌 这个是正面向外 这个是背面向内 有金刚柱 以及这个我们说九宫牌 九宫牌具有所有的生肖 代表保护全家所有的生肖 九宫代表无限的空间 八卦代表时间 加上咒语 拿到之后 到庙里面的天炉过火三圈 告知你居家的弟子 那么找一个良辰即日 配合红线 定在门外或窗外 那么就可以保护一家 整年度的平安 每隔一年的十二月底 再做一个过炉的动作 它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仿佛是一座寺庙 在保护你的家园的意思 九宫八卦牌 要记得买纯银的 请纯银的 而不是铜制的 才能够保有它的光泽跟能量 跟它这个我们所说的 吉祥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只要用九宫八卦牌呢 就可以轻松的化解 这个无外的煞气了 那其实除了居家的风水 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之外 是不是在其他的方面 像是姓名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运势呢 老师 我们说一个人要好运 一 读书 二 孝顺 三 风水 四 姓名 五 做善事 包括信仰 是 姓名至少影响我们一个人的成败 占五分之一的影响 是 我们要名正言顺 我们要求名求利 我们希望能够名副其实 好的名字带你上天堂 不好的名字 让你永远住地狱 所以名字派系很多 也包括我们所说的 笔画派 生肖派 猜字派 以及字形派 我们老师在研究的时候 通通都会帮你做一个了解跟切入 老师那你这讲暗示地 帮那么多人取名字令名 还有些艺人要改名字 都会找名 可不可以简单的帮我们讲一下说 这个姓名学 到底要怎么简单的看来说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名字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天格姓名 叫先天运 王晓明的天格为1 加上我们所说的4加上A 就是我们所说的1加上A 就是我们说的他的天格 其次人格就是我们说的主运 关系一生命运的集休 王晓明的人格为A 加上我们所说的B 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一个人格 地格就是我们所说的前运 中年的运势 与子女或下属的关系 我们称他为B加上C 也就是1加4是天 4加3就是人格 3加8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格 这代表我们所说的先天 中年晚年的运势 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就在我们的背后 不要常思 是的 另外的 也就是说把他们名字 充通的总数加起来 就是我们所说的总格 代表我们所说的 中年跟晚年的运势 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加上C 就是他的外格出外运 人永远无法跳脱 父母是长辈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本命格 叫人格 加上地格子女运 外格总格 代表中晚年 都是无法跳脱这个 当然这是笔化学的部分 笔化学的部分 那我们从这个笔化学的头 我们可以看到乔妹 对不对 乔妹 你说性民学有什么概念 性民学不是很懂 可是听说性民学 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那性民不能改怎么办呢 性民如果不能改的话 基本上 因为每个国家的地方的制度 都不一样 当你不能改的时候 一个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在新生儿命名的时候 给他取一个好名字 一个名字可以用一辈子 花一点小钱开好运 这是基本绝对的概念 所以我帮很多内地的新生儿 取了很多的名字 也非常的开运 其次 当你不能改名的情况是这样 你就用新的名字 老师会给你五个新的名字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好听好写好念好出名 好带好运之外 你可以在名片上面 印上你的新的名字 匡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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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你的旧的名字 别人念的时候 是念你新的名字 但是你要签约的时候 你就用旧的名字 代表 我们对我们的厂商客户朋友 没有欺骗 但他们叫你的名称 却因为这样而改变 使你更好运 也可以 请老师帮你取 发音一样 但字不一样 因为字里行间 有不同的笔画 跟五行代表 也是一个非常开运 而不造成你困扰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 那浩琴呢 那名字真的 改名字就可以带来好运吗 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效果 我们多久可以看得到 名字就是一个符咒学 也是一个称呼学 你叫我老师我很高兴 如果你叫我老高 或老头 或老妖怪 把我改了名字 我会不会生气 会 对不对 这就是譬如这个人姓王 叫王伟大 他很高兴 如果叫他王八蛋 他会不会生气 会 改名有没有效 有效 改到好的名字 让人赏心悦目 心旷神音 改到不好的名字 让人愤怒 让人愤怒 而甚至于会激励 让自己失去控制 所以不好的名字 就像一个恶科 非常凶恶的符咒 贴在自己身上 有的甚至于 他的名字的谐音 叫王小狗 王阿狗 或王畜生 或王什么的 造成人家很大的困扰 所以谐音很重要 又要好的笔画 好的五星生肖 当然有效 我们用逆向思考的方式 来去告诉大家 名字 当然是在好运的开始 自己多久有效 你只要有贯彻 能够从新生的命名 从小跟他有好的名字 从小富贵到老 中途改名字 也能够带来 至少灾难可以远离 财富可期 婚姻爱情 会有个大的转变 所以这样听起来 姓名也可以带给我们的人 一些能量 对不对 当然了 明明是一个羊 应该叫他马 大家觉得很奇怪 怪怪的 被叫的人很奇怪 叫的人也很奇怪 这样名不正也不顺 我们必须要名副其实的 扬名立万 要取好名字 找老师就对了 是 老师 你刚刚讲到那种什么 名字取不好 好像会有很大的灾难一样 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呢 如果不好的名字 经过我们统计 发现两个字的名字 是宿命的无奈 天啊 那像成龙也是两个字 对 很多很多的两个名字 两个名字 最大的灾难是 外出受阻碍 生儿育女 求子难成 身体疾病多 在内地找实习 都取两个字 所以他们远行不容易 他们只能一胎化生一个小孩 当然配合政策 我们无可话说 但是现代都求取三个名字 所以内地的人在外 扬名立万 得到这么多的奖牌 为国争光 而且每个人 慢慢随着制度的改变 都能生两个三个 都在做改变 这就是性命学的一个 唯妙的一个 配合国运的改变 而且会不会带来灾难 当然会带来灾难 有几个字特别不要用 譬如说 名字中带一个匕首的匕 匕首的匕 譬如燕子的燕 或是心影的影 匕首的匕 那带刀的意思 包括我们说 前面的钱 前面的钱 带一个刀的 金刀的 那是命中带刀 代表刀伤雪光 六亲无靠 还有命中带一个智慧的智 一个士 就是弓箭的意思 也代表 跟刀不离身 不离手 都会雪光不断的危机 所以这个名字带刀呢 是带来很可怕的一个危机 也要有所谨慎 还有很多的名字 就是女孩子写个泥有没有 一根女再一个泥 是不是 就是容易生为女泥的意思 哇 天啊 那很多人有个泥有没有 泥 纯粹那个泥有没有 就是这个女泥吗 对 还有知识的知 赤女 永远不能当守女 只能当赤女 所以沦为别人的小三的几率也很大 还有更多很可怕很可怕的名字 因为自用错了 而带来无法逃离的灾难 所以名字非常重要 是 与其用不好的名字 不如赶快改个好名字 一个名字可以用一辈子 一个名字改完之后 可以用下半辈子 带来的好运是无可限量的 而且三个月之内 会得到很快的人际关系的改变 财运的改变 爱情的改变 事业的改变 让你跟过去的厄运 say goodbye 对啊 毕竟名字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标签嘛 是 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针对很多物碍 很无奈 无法化解的煞气 我们可以考虑用九宫八卦牌 来做一个化解 在这个图头里头 有十二生肖 代表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庇护 九宫代表无限的空间 八卦代表无限的时间 借了时间空间来护持十二生肖 加上我们所说的一些咒语 那么拿到庙里面的主炉去过火山圈 也能够护持家运 尤其后面的金刚柱 也可以当作一个抵挡任何自杀的作用在 最重要的是 老师在帮你勘察风水的时候 有跟你提起九宫八卦的时候 你要记得 它可以摆在我们所说的屋外 门外或窗外 不怕任何的风吹雨打 尖落磐石 是一个护持家运 避免我们所说的一些煞气 所带来灾难的一个最佳的阻挡的一个 配置的一个发气 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做一个保留 保存或是一个定挂的安排 这就是九宫八卦牌的神奇力量 一定要记得到庙里面的主炉过火山圈